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其几个最大的客户这几年赚得盆满钵满。 就拿人工智慧处理器晶片巨头挥打来说, 其日前公布了截至2023年10月29日的第三财机业绩, 季度营收达到创纪录的181.2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59.31亿美元相比,增长206%。 与上季度的135亿美元相比,增长了34%。 本季度实现净利润92.4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6.8亿美元相比,增长了12.6倍。 与上季度的61.88亿美元相比,增长了49%。 匯达预计,下个财机营收将达到200亿美元。 匯达首席财务官克莱特,克雷斯在业绩说明会上证实, 匯达正在为中国开发新的合规晶片, 但表示这些不会对第四季度的收入做出实质性贡献。 此前有消息称,匯达已开发出针对中国市场最新的算力系列晶片, HX-H20、L20PC路和L2PC路。 最新三款晶片是由H100该款而来。 另外最大客户苹果公司CEO Tim Cook日前表示, 一个重大变动,他已决定从公司内部寻找自己的继任者。 库克在2021年曾表示,他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离开苹果公司。 库克表示,他目前正在制定多个继任方案。 他说他不能透露名字,但他要说的是, 他的任务是要确定几位有能力的潜在人选。 库克还称,他真的希望这个人来自苹果内部, 也就是下一任CEO。 所以,他的职责就是确保有几个人选,可供董事会选择。 与此同时,华为再次回归, 导致苹果公司在中国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前景变得棘手。 中国是苹果公司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收入地区。 小米集团也正在高阶产品领域重新发力。 而高阶市场是苹果公司至关重要的业务。 全球手机出货量目前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中国手机销售情况开始回暖。 10月份前4周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1%。 其中,华为销售较上年同期猛增了90%以上。 小米销售同比增长了33%。 苹果手机的销售则出现了各位数百分比的降幅。 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 在新兴市场复苏的推动下, 全球手机市场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低迷后, 于10月份恢复增长。 10月份,全球手机销量增长5%, 成为自2021年6月以来首个实现同比增长的月份, 结束了连续27个月的同比下跌。 报告预计, 继10月份的强劲增长之后, 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市场也将同比增长。 未来几个季度, 市场将逐步复苏。 台积电如此赚钱, 必须要迅速扩大工厂规模。 日前, 据知情人士透露, 台积电正在筹划在日本建设第三座晶圆工厂, 该工厂将生产目前最先进的300米工艺。 近年来, 台积电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局晶圆厂, 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 在日本的第一个工厂, 位于雄本县, 由索尼和电装诸式会社共同投资, 目前正在建设中, 预计将于2024年底投产商。 第二个工厂近临第一个工厂, 预计将于2025年投产5奈米工艺。 规划中的第三座工厂同样位于雄本县, 编号为Five23Face3, 这意味着它将跨越到最新的3奈米工艺。 然而, 新工厂是否能够落地和核实开建尚不明确。 即便能以最快速度开工, 投产至少也要到2026年, 甚至更晚一些时间。 台积电在日本建设更多晶圆厂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报道称, 台积电还可能在雄本以北的另一个县, 建造第四个晶圆厂。 这无疑将为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机会。 日本政府一直在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通过高额补贴吸引外企投资, 包括台积电、 美光、 三星、 立基电等。 此外, 日本还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例如, 帮助本土创业公司Lapidus在北海道建立2奈米工艺生产线。 如果台积电能够在雄本县建设第三座晶圆厂, 预计将使当地经济实现巨大的飞跃。 据估计, 到2035年, 当地GDP将达到75兆日元, 比现在增加足足50%。 美国政府看到这些, 当然坐不住了。 企图宣布将投入大约30亿美元的资金, 专门用于资助美国的晶片封装行业。 这是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的首项研发投资项目。 这项投资计划的官方名称为 国家先进封装制造计划, 其资金来自晶片法案中 专门用于研发的110亿美元资金。 当然眼下, 这家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 台积电的3奈米N3B工艺, 目前只有一位大客户, 那就是苹果。 不过2024年台积电在这一类别的收入, 或许能见证两位数的增长。 据悉, 目前台积电3奈米技术生产的 每片晶圆价格为2万美元。 韩国媒体称其良品率即有55%, 而只有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 才能承受得住这么高的价格。 不过据报道, 今年8月份, 苹果与台积电达成了一项特殊协议, 可以从中获得了一份优惠。 一般情况下, 半导体公司需要为代工厂制造的 有缺陷晶片支付费用, 但苹果却不需要承担这一费用。 这一协议可能使苹果在成本上 节省了数十亿美元。 然而市场人士乐观地指出, 台积电领先制程, 庞大产能支撑及良率的改善 将带动公司业绩开始回温。 除了为晶片组制造商 大规模生产晶圆外, 台积电的三奈米技术 还将用于其他产品, 从辉达的GPU到微软、 谷歌、亚马逊等巨头开发的人工智慧 AI晶片。 据台湾工商时报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预计台积电三奈米的代工产能 今年底渴望达到6至7万片, 全年营收占比渴望突破5%。 而明年更有望达到10%。 此外,报告还指出, 在辉达、高通、联发科等多家公司 将于2024年下半年陆续导入 第二代N3E的情况下, 预估台积电2024年底单月 产能将达10万片, 进一步巩固其在长期主流 制程领域的地位。 这种制造工艺预计将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需求支持。 据估计, 仅在2023年, 来自苹果的A17, Pro和M3晶片订单 就将为这家公司 带来31亿美元的收入。 根据分析, 高通和联发科预计明年 将在其旗舰行动SoC 系统及晶片上 采用N3E工艺, 分别是骁龙8D4代 和天机9400, 这将给台积电的营收 带来进一步提升。 总体上看, 对于高通、 联发科等公司而言, 他们导入三奈米。 制程除了既不满足市场需求, 还可以提高自身实力 与市场竞争力。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